抓緊消費目光 航空公司的形象廣告也上演行銷戰 長榮今年請來男神金城武 拍一支ICU的廣告 造成那麼大的迴響 好了 華航最近有找林淮明拍廣告 對 是非常的高雅 意境很高 但是就跟一般你我小老百姓的生活 就有一段距離了 所以得要另外找一樣活動 來跟長榮PKICU這麼簡單的三個英文字 連小學生都聽得懂 但是他實在太打動人心了 華航這次拼兩個字 最後由台北醫學大學的學生 E Flying Oasis 這個勝出空中綠洲的意象 要跟金城武的ICU 這個道鐵人互別苗頭 戴著大紅椰彈帽親切幫小朋友抽獎 黃空姐走進校園宣傳心機 潮吸盡 如果學生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不過中頭戲是這個 777心機水游山藝 英文命名比賽的第一名得主 現場直接頒發價值15萬的商務艙支票 原來華航公開替波音777上的空中酒吧 水游山藝徵選英文名 最後由北醫大學生的Flying Oasis 勝出 就是遊牧民族嘛 那我剛好就是也有看到這個比賽 所以就兩個就做結合了 這樣算一算起來 這樣一個單字你就至少做到氣溫 非常划算 Flying Oasis未來不只在飛機上看得到 也會登上相關文宣 就是希望加深消費者印象 強悍長榮形象廣告顧尬 往航行雲門舞級創辦人林懷銘拍攝廣告 麗品長榮京城舞帶動的ICU slogan熱潮 那個啊 ICU啊 你覺得這個為什麼讓你覺得記得很深刻 因為京城舞吧 水游山藝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兩岸三地申請了商標 所以在英文的部分呢 我們也希望是說先從 在我們一些溝通的說明上面呢 先開始來應用 短短的廣告詞好氣又升值人心 也漸漸增加曝光度 難怪形象廣告成為航空業的第一戰場 謝謝大家快樂